他让梦想在回忆里流连 这一梦岁月这一梦不断 他将语言在心动中变现 这一生有狂这一生不凡 他唱他的不曾他无他的曾经 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 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 他写他的不愿他谈他的喜欢 欲光而行朝着有梦的远方 不凡而上朝着有光的远方 原本在阳光中沉睡的星辰 平凡的遮掩平凡的疏远 照燃在黑夜的大海中出现 不凡的点燃不凡的耀眼 一罐在风雨中紧闭的双眼 平凡的收敛 平凡的躲闪 突然在刺眼的人群中痴眠 不凡的展现 这一会儿生产一会儿停产 一会儿停产一会儿又生产的花样 怎么 要不要我找军部会计 来研究一下 林小姐 恐怕对我们工厂的事物 有一些误会 这生产也好停产也罢 我们工厂呢只是趋力之举 何过之勇啊 听着倒下那么回事啊 那你忘了 文犬制药厂的清凉药膏 在市面上有多少流通 跟账簿上的出货量对得上呢 还有跟你们进货的那些商家 哪一个不是皮包公司 哪一个不是干了一票就倒闭关账 表面上是清凉药膏 实际上是抗菌素 这里头的文章 我说得够清楚啊 周文犬 我念你一份旧情 再给你一次警 文犬清凉药膏 两千核 月底出货 你要是再跟我叫牌 我就让你当不上这个场子 怎么了 想打我呀 寡连闲耻 周朝朝 我居然行遇过这种女人 我居然爱不过这种女人 周朝朝 我前日想杀了她 都是她全都是她 调拨我和程一致的关系 我跟她分手 她又和那个雷子勾合 她真不是人 周朝朝 康菌素我不会给他们 死都不会 给她 吴科长 他们是汉奸哪 但他们 不会把抗菌素给日放 那会给谁 他们想把抗菌素 放到后方 谋取暴力 你确定 宁宁给我们的生产指令 肯定有毛逆 你想一想 如果抗菌素给日放 雷子 早就把账簿交给军部了 可是宁宁为什么 还会拿军部的会计 审查我们 来控制我们 我们有抗菌素 他们也不打算告诉日放 所以周厂长既然抗菌素 本来就是要交给后方 那我们就按照宁宁说的办 那 那就纵容他们发国难财 这不是纵容 这是利用 雷子是我们的敌人 但宁宁不是 我们需要 他的帮助 不可能 他根本就不会帮助我们的 你还没看透吗 老爷 三月来给冯又如多次发送电报 皆无回复 不知是否通道有误 冯又如若想回复 通道几会有误 我估计 他是和雷子勾搭上了 雷子 雷子为什么要动李邦 李邦产业丰富 物资充足 他只要和冯又如配合 物资高价走私后方 就能捞权无数 这般生财有道 就不怕六二郎发掘 他进贡给柳二郎多少英镑 何其肉痛 再不赶紧赚回来 怕是寝食难安 老爷 既然他走险路 咱们就不能动手 急什么 程一智还没动手呢 懂吗 周厂长 你早这么实际不就好了 节省多少时间 宁小姐 周厂长已经想通了 人在屋檐下 还是低头比较方便 他一定会保证生产进度 和出户规模的 马上说是和 送鲁大夫那儿咽咽成分 你们滚吧 对 都不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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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跟颜色 请您安排一下 好 您再说我可要脸红了 来 入一下 Somethin 谢谢 陈总监林 别来无恙了 万长官也来喝酒啊 来 快 我万长官也倒一会儿 不必了 酒我们多的是 可莉莉小姐 就只有别位 那这可不就不巧了 别的不说 这种事情 总得讲究一个新来护旦 陈总监林 可不是我要请你来想起 是河野客厂 在等着她的 管制物司有走私性 一律严省着 陈先生 要不您稍坐一会儿 我 既然是要喝酒 那不如一起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等我 再爽眼儿挂杂 你越这样 周恩全越伤心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以为你投靠了日军 周恩全不会对你失望吗 你以为你跟雷子轻轻热热的 你以为你跟雷子轻轻热热的 她不会痛苦吗 你以为她已经完全忘了你吗 你以为她已经忘了你们的感情吗 如果你是想看到她愤怒 你得逞了 但你为什么想看到 因为你想证明她还爱你 就像你还爱她一样 你闭嘴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不要为了自己这么一点扭曲的自尊 而割舍牌 你也不愤怒 如果你一定要的话 那我就祝你 永不后悔 吴丽兹 这种非常时期 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还不能把握 心底真正的感情 那你真的会遗憾中生吗 宁宁以为自己演示得很好 但还是被雷子砍穿了 她现在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保护周温全 辉教授 你怎么怎么样 您怎么这么想 何谣 丽丽小姐 就是被这位程先生一直战略 我觉得她该给您赔送 坊主 这是哪里的好 何谣科长在这边雅兴政浓 我无端赔罪 岂不是破坏了气氛 我还以为哪位程先生 是程总经理 何谣科长 陈总经理执掌丽邦银行 涨价又是棉纱厂 又是制药厂 整天与管控物质打交道呢 陈总经理 杜总 多谢 陈总经理 您可不能做的 梁经理忘了 不会连陈总经理 您自己也忘了 河野科长 丽邦银行 已经被柳二郎受降接管了 陈总经理也已经被撤传了 来 来 来 河野科长请我坐下 乃是修养时 风度的体系 倒是二位真是有趣啊 河野科长专精护上的商贸 难不成会不知道立邦的近况 陈总经理 这话就严重了 大家都是老熟人嘛 开个玩笑 来来来 都是熟悉 来 喝一杯 河野科长 敬您一杯 我先适陪一箱吧 我先适陪一箱吧 这不是陈总经理的老朋友 徐博士吗 怎么 不搭理你了 现在徐博士那可不一般哪 大东亚省的高级顾问 就连松村局长 对他都青睐有加呀 只怕是咱们的陈总经理 高攀不起喽 来来来 来来 好 分岳科长 我最近知道了一条消息 有一幅卡拉瓦桥的自画像 能入到市面了 你说卡拉瓦桥 卡拉瓦 易固拉 类似嘎 我尚未见过食物 还未寻驾 你要是感兴趣 我帮你去看看 那就拜托徐博士了 我先回去了 徐博士 程总经理 好久不见 后面喝一点吗 可以啊 来两杯威士忌 好 怎么回上海了 也不去地方看看 是我不好 平时事务繁忙 没来得及去看 没关系 反正在这儿也遇上海了 听说你最近在中国事务局工作 是 还顺利吗 很好 对了 托徐博士的服务 一次和我又成为宇豪 你给他写的信 他收到了 你鼓励他勇敢地去追求 不放弃 但是那天 我们都听闻你在海上 遇难的我好 他心如刀割 我也在那瞬间撤过 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都要 更加真实地活着 不让你失望 还是对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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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坐两套洋服务 我们松田夫人听说 你们这儿用料加手艺好 特地拆我来下个订单 这做洋服务讲究剪裁 人我没见到 我要怎么做呢 还请老板娘多费心 这呢 是我们夫人的尺寸 老板娘照尺寸做 一定八九不离十的 尺寸倒是详尽 可是这洋服的款式 数十上百 布料也繁杂 我真的没办法做 这些我们夫人有盯住 款式要钱开金 利领 花包长袖 过细胞裙 布料要暗纹黑色泥子 如果没有暗纹黑色泥子 也行 时间方面 请老板娘务必在二十七日 送货到码头劳瑞仓库 价钱好商量 告辞 一只膏 是我 我收到一笔洋服的听单 绝对有些技巧 不是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林瓜子 坐 林瓜子 我问你 你要实话告诉我 月底是不是你运货回后房 不是 大哥 我们这有规矩 我不能输 那就是了 货物里有什么 不是 大哥 我真不能输 你别为难我 林瓜子 我看你出息了 成长了 绝不是蜀木村光之人 也绝不会与冯友如 做那些阴影狗狗之事 我看得没错吧 大哥 你到底什么意思 好 那我跟你说 我跟着一个物件 跟了很久 最后一追跟到劳瑞仓库 我知道劳瑞 还有福利两个商店 是你的门路 所以我来问你 你的货物里到底藏了什么 你心里有没有数 你知不知道 你的货物里有竞品 竞品 不是 大哥 这绝对不可能 我两个挖子运送的 都是假等重要物资 这百姓们缺什么 我顶着枪子送什么 这将士们缺什么 我拼了命的运什么 这怎么可能有伪金品 高级洋服 是不是严禁遇到 后方的贵重奢侈品 对啊 没错啊 你的货物里有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洋服 是韩秘书长太太 订购的特制洋服 这帮天杀的 老子破出面去给他们送药了 他们给我塞的什么东西 那你知道药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吗 完全不是药厂 林管总 这批货物里藏了多少猫腻 你绝不可蒙在鼓里 没错 还没错 你 钟文犬还是怕你 你发个脾气他就老实了 他哪是怕我呀 我一把军簿搬出来 他吓得跟什么似的 废物一个 他要是胆子大 事啊就不好办了 这两千合同已经不小 你准备干吗 早就安排好了 放心 我怎么放心啊 我怎么一说这事你就搪测我 你连我都信不光 我为了给你弄这张军簿订单 我顶多大的麻烦啊 不跟你说是为了保护你 那知道的越多危险越大 这么值钱的东西 那肯定是往后方运的 往后方运 传运录音都这么紧张怎么运啊 这不是还没到月底吗 到时候怎么念 还得从长期 你小心点 我让人发现了 你喜欢谁我还不知道啊 那个英俊潇散的徐伯师 他一来你也都知道 您胡说 他哪能跟您比啊 对啊是吗 他有孙僧举套出样的 我可没有 光一个河野科长 就把你也不再跑 您瞧您 还记仇呀 男人散光 你不就我亲爱的小伙伴 你要是真喜欢那徐伯师啊 我以后来我就不听 免得证明说错误了 我真的不喜欢那个徐伯师 他不像您 愿意逗我开心 他是舍得给小飞 他一点都不懂风景 就知道找松松屋上的谈公路 我可不信 作用美人 还舍得谈公路 你是没听他说话 什么东西新 什么东西旧 跟打暗号似的 我一直都听不懂 无聊死了 刘一辉 他这东西从公里来 我想搭句话吧 我就问他 什么从公里来 结果他跟防贼似的 还看了我一眼 原来是李渔牧呢 那会正是感谢了你的小伙 果然如诚意之所料 徐叔的归来并不简单 看来他的真实任务 与保护国宝有关 他可以帮助徐叔 而徐叔或许也会帮到他 对不起 程老板 我跟您说句实话 这客人里头 我挺挺满意的 就是您了 真的 发誓行不行 发誓可能了 今天晚上 跟我走 你真坏 你真坏 想去哪儿 去哪儿倒行 我先带你上车灯 老板 老板要是知道我跟你出来 那得骂死我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呢 我不 我胆子大 我不怕 我不喂这个 就是知道你不喂这个 所以你才务必要涉及 程老板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之后要是有人问你 如果之后要是有人问你 今天我让你跟我出来 坐着呢 聊着呢 你就要告诉他们 我们什么都做了 什么事啊 什么都没聊 碧碧小姐 如果你愿意放我这个忙 重新玩好 那就不是你的客人了 还是你干嘛 好 好 今天我也正好向你来探讨一下 藏品运往日本之时 徐叔博士 是 抱歉我来晚了 徐叔博士还没有向 松村局长介绍我吧 松村局长 这位是程一志先生 松村局长你好 我是徐叔博士的老朋友 他今天把我叫来是来聊一聊 还需要关于古董的情况 保总 我向程先生咨询过 我和松村局长有一位共友 他想把一批藏品运往日本 程先生觉得此举有些不同 为什么 眼下收藏古董者中毒 有些人买着了 有些人没买着 那那些没买着的人呢 就会心里惦记起来 一旦这些物品 在运输报备的过程中 走得后的风声 让他人知道 某件藏品就在这位朋友手里 那恐怕是后患无穷 此事确实值得考虑 何况长途运输藏品 也有折损的风险 若是找一个稳妥的安放之处 那这批古董留在上海 也是最最保险的 飞怪说徐博士 把我叫过来聊古董 原来是想借金库一用 金库 程先生是立邦银行的总经理 借金库一用 未必不可 立邦银行 就是在实业界里 颇有名气的离邦银行 松村局长过于 只是 我恐怕要叫二位失望 程博不才 已经卸任了 离邦银行的总经理 恐怕已经没有权力 出界金库了 程兄 好端端的 为何卸任 这并非本人的意愿 陆军参谋本部二部 督管立邦银 柳二郎少将 要求我卸任 总经理 我只能配合 让位给了新任总经理 只是这新任总经理 程先生 有何不满 不能说不满 只是这个新任总经理 所以他不懂实验 柳少将风格强海 在军部是有名的 但他也太自信了 爸 不提他们了 若这位朋友不急 程博愿意带我这批古董 寻找安顿之术 反正现在也清闲 有大阪的时间 就算是 那就麻烦程兄了 二位切勿客气 我有好消息 我也有个好消息 你先说 你先说 是 明明 放心不下朱文泉 他说 雷子确实和风又如游往来 还让他假造了订单 想要把药 翻到后方 抹去利润 如何犯如何孕 交通方式他知道 他不知道 但他会打听的 他建议我们直接把订单 都给军部 让柳二郎和雷子 勾咬勾 这样你就可以回来了 只是一张假订单的话 雷子非常容易脱随 况且 后方确实需要抗军锁 两千盒 值得冒险 你还是想帮 雷子把药运出去 于晴 咱们得让雷子 坏心办好事 于礼 我既然要回银行 就不光 得把雷子拉下水 还得把柳二郎登出去 柳二郎可不是这么好弄的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第二个好消息 许说我还活着 什么 他现在 终寻在日本人中间 有自己的任务 日本人内部矛盾重重 是公开的秘密 我也许能借助这点 回到立方 他现在已经不需要我的保护了 或许 是我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了 雷子 我会回到你了 走 我还是要钱 他也会让你进去 我的老婆 谁帮忙 我给你帮瑾 麒麟 我 seen这个 我来帮你 我来帮忙 不 来 这儿 莉子小姐 奉上萧帮庆绳手稿一幅 相信你我必成之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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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已经说过了 他知道你在帮忙 他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对他的脾气 一时半会 可能原谅我们 跟你说正事 雷达明电我也放着 要运到呢 我怎么运 不管我怎么说 他都不能告诉你 我自己也没查出来 不过我估计 一周之内就会行动 陆夫人说 每年此时 你都会来给陆教授扫墨 我离开上海之前 国难当头 一心报告 我那时参加了刺杀行动 可行动暴露 一心十几人 只有我活了下来 我意识到自己的盲目 匹夫之勇 又有什么用呢 当时的我 看着日本的军队 把上海炸成那样 我真的又迷茫又惭愧 惭愧得我想去跳海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长辈过来跟我说话 他的声音和蔼又慈祥 年轻人 如果你连死都不怕 那又何妨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最壮丽的事业中 后来 船在香港靠岸了 我就跟他下了船 他就是陆夫人 他和陆教授有着共同的心疼 再后来 我认识了一些才华和胆识 都在我之上的人 我们一起学习 我这次回来 就是受到了陆夫人的职 周旋在日本人中间 来写出他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你的成长是惊人的 过去 你的所思所想全都写在箱上 现在 就连我都看不到你那些字 或许 只要目标足够高远 人自然会变得深沉了 所以 我才敢贸然出现在 嵩村局长的面前 虽贸然 但你帮助我 嵩村 已经彻底放弃将藏品 带回日本 藏品中有国宝 在我看来 至少四千 你也帮助了我 我一开口你就猜到了 我想传回地方 这不需要猜 嵩村有热门 嵩村一直鄙视军鬼 只要有戏机 他会翘掉流儿浪 他们要跟他一样 有戏机 这就能拒绝了 你也要去 就要去 你几乎 你虽然想你 帮助你 给你帮助你 这都不需要 就是这样的 你也要是这样的 你怎么就会 我保持人家 我保持人家 保持人家 我保持人家 你保持人家 保持人家 要不要我跟着啊 没事 他有数 明天要去到南京 我不在 我少招惹女人了 那可不好说啊 我本身你别走啊 好好听啊 井南烧了吗 早烧了 早烧了 怎么是你啊 徐叔告诉我 刘二郎正在要他去搜罗 做取他的手稿 据说是送给你的礼物 刘二郎来过了 我把他赶走了 用这个吗 用死 似少年般青涩 在繁华世间有难 下次这种事你先告证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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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安全 不安全 刘二郎用武我威胁你 你不能在这儿 每天都有很多的君曹在监视我 每天都有很多君曹在监视我 在这儿没关系 我已经把他们都收掉了 他们现在一定以为我 正在跟某个人招待会会 人一心中所向着 尘风不浪 似火烂散烂几扬 在捧场中 似火烂散烂几扬 在捧场中 在爱情面前 谁不是笑路的 你的那个招待 怎么回事啊 逢场作戏混淆视听 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 这楼那么紧干吗 好 吴科长 你不是也演得挺真的吗 那么凶 我能跟你一样吗 你以为我想啊 好吧 没事 有我在 别生了 好了 你待一会儿 我就送你走 这真的不安全 好 我不走 我还没有 我跟你一块儿 住个饭店的 我想提一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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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位置 小心点 小心点啊 大功能快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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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兄啊 这就等不及自己喝上了 我还以为 雷总经理要忙到深夜呢 豆兄你这就折煞我了 要不是豆兄在柳少将面前美颜 我哪能当上这个总经理呀 雷兄 咱话可说回来啊 少将阁下 对立邦银行 是特别关注的 那批饭到后方的抗军所 你可要处理干净了 千万别把它搞砸了 你放心 货已经发出去了 而且冯又如是什么群色 不会让这事出茶子的 《Zither Harp》 迷人的音符 穿堂而过 千万种孤独 暖暖入枯 平静的海面 迷雾只需平铺 巨大而深深的虚无 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 两颗心各自独无缘其稀枯 热闹的舞台 命运随即划出 偶尔会交叉的湖 这么多错过在等我 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 伤心的歌我不想听 讨好的事我不会做 得在借命运的手 折磨我 所有的过错都在我 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个 反驳的话我不想说 莫名的错我都认了 别再用爱情的口吻 戳弄我 戳弄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